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啰欢迎大家来到兔兔狼的频道 我是兔兔 狼 上次大家看完我们动软的Vlog之后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细细的讲解动软的流程 然后今天的话就是 你为什么笑我这么尴尬 没有啊就是我只是想到那个打针好可怕而已 喔对啊 然后就是可以坐着讲就是 然后云淡风险讲一些已经结束的事情 我觉得心情好一些了 一邊分享流程一邊分享我們當時正在進行這些事情的心得跟感想 對然後大家好奇的動染費用也會就是一起告訴大家 其實動染蠻快的大概就是二到三週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療程 然後大概大致上可以分三個步驟啊 有時候如果像我們比較偷吃步一點 我們是第一步跟第二步直接一起做 因為畢竟他被跑台中我們那時候有跟茂森說希望 有沒有可能可以減少我們回診的時間 然後醫院就是有做這樣的安排 我覺得挺好的 如果說你沒住在外縣市的話 總之呢第一步就是動染前的評估 嗯 抽血跟超音波檢查 這個其實就很簡單就是從你身上的條件去觀察說 你適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你適合用什麼樣的療程 對就是如果說那時候醫院有說 如果說檢查出來啊 身體的狀況不是很好的話啊 就是會建議說先 調養之類的 對等到調養一陣子之後再回去做檢查 等到真的OK才會讓你進入療程 對 抽血因為抽血沒有辦法那麼快知道 嗯 我們就是要等下次回診才會知道我們的抽血報告 但是超音波是很快就會知道了 對 然後這次超音波我還蠻shock的一點是 我有多囊性軟巢 因為我之前是沒有 就是之前很常固定的做身體健康檢查的時候都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是這一次才知道原來我在默默的生活習慣改變之後就有這個問題 我一直都有 我那個什麼 做事班畢業好像做事班左右我就發現我有多囊性軟巢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月經沒來 三個月沒來 我就去檢查 然後才知道原來我有多囊性軟巢 然後我那時候也還蠻擔心我會不會 補孕 但其實給醫生這次評估完之後 就是發現多囊性軟巢對於我們取軟來說其實 很有加分的 然後其實那時候醫生有建議就是我們35歲以前做是最好的 他覺得我們這個年紀去做他覺得很OK 他一直說你們現在很年輕 你們真的超棒 你們很年輕 我們就一路被歐漏到每一站都被歐漏 很像只有誰 對每一站都被歐漏 然後因為有多囊 然後所以歐漏到就是大家說 你們卵子數量很多 很棒很棒什麼之類的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卵子數量到底有多少 多囊性軟巢跟不孕 其實醫生那時候說動用性軟巢症後群 就是如果你要補孕的條件好像是 要滿足三個條件 中的其中兩項 第一個就是像我們這樣就是動用性軟巢 然後第二個是好像雄性激素比較高 就是你會可能從抽血裡面去看到你的激素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驚奇不規則 對 這三個裡面有其中兩項就比較容易補孕 就是如果以自然受孕來說的話 再來就是 我就直接進入療程 因為我那時候是月經來第二天吧 對代謝檢查 然後因為我希望可以說就是趕快進入療程 醫院那邊看完評估也OK 所以我當天就直接進入療程 然後就是會有打症跟吃藥這兩項 然後劑量的話就是醫生會依據你的身體狀況 身高體重等等的去綜合評估去給一個 你適合的劑量 對 你當時在做這些打症啊 這個步驟其實最重要就是打症啊 有什麼心得感想嗎 現在回頭看 就是一開始很害怕後面就習慣了 真的就還好耶 就是很煩 總是會有更新的事情來給你一些新的體驗 就是翻白眼打症 然後只有越打到後面 因為你的軟越來越成熟 我數量越來越多的時候你會越來越長 然後打下去的感覺越來越 會有一種酸感 沒有我是痛耶 後面對那根蒸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就覺得喔好煩喔 要打趕快打也打啦 但是呢必須要提醒大家 吃藥跟打症都很重要 因為打症是幫助排卵 然後吃藥是巴卵留住 我們打的是果納粉 然後吃的是一個藍色的 不知道他有什麼名字忘了 反正一定每天都要吃都要打這樣子 對 因為如果你只有打針沒有吃藥的話 你那個軟排了就排掉了 他並不會留在你的肚子裡面成熟 你不管到哪個階段 假設你如果覺得我療程快完了 只差兩天不吃藥應該沒關係吧 告訴大家千萬不要這樣想 你只要一旦藥不見或是任何意外 你一定要馬上跟醫院聯絡 我覺得越到後面 你會越覺得我一定要趕快 扎扎實實的把它做完 對你就只想趕快結束這一切 因為你會覺得肚子很脹 他一直在提醒你說 你的蛋很多 然後很滿很大 對我那時候 肚子超大 然後 像個小孕婦一樣 真的 然後我坐著的時候姿勢也非常特別 對 要瞧一下要不然會擠到 然後蛋 就是你的卵子可能會跟你的腸胃哪裡擠到 你就覺得你肚子不舒服 吃太飽姿勢也要不一樣 然後都會覺得褲子怎麼快炸掉 就是那個腰那邊 OK 好 反正第二步就是禁療程 第三步就是大約打了十天的針跟藥之後 回診 回診之後還要再做一次檢查 一樣就是做引導的超音波 就是要看你軟的那個成熟度 就是看你前幾天打的東西有什麼成效 對對對 然後如果成效OK的話 那就可以打破軟針 破軟針就是取軟手術前36個小時 就是三天要打 然後他打針的時間跟你手術時間一定要配合好 基本上他只會給你半小時的區間 例如說 六點到六點半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就一定要在那個時間裡面打 然後你可以選擇自己打 或者是去醫院打 對 醫院 就我們那時候會這樣有原因是因為 他有要特別調 對 因為他最後一針 最後一針因為你只有一次的劑量 所以等於說你要 如果要自己打針的話 你要先把那三支針的劑量 帶到我忘記注射站嗎 還是哪一站 然後他要幫你混合 混合那一次的劑量之後 你才能帶著那一支針回去自己打 然後因為我覺得那樣很 我就覺得很緊張很害怕 我就直接算了 我就是人到現場 我就再花一天的時間來打針 還有一個原因是 那根針跟平常的針長得不太一樣 對 我很害怕 因為那個針的就是打針的針 我們平常是比針 那一根針又粗又長的 我們不敢 放棄 我沒辦法自己打 然後我也不捨得忘它 鬥筋到取軟最後一步 我不想它有任何的差錯與三支 OK好 你打完針最後呢 三天後 他會再告訴你一個 取軟的手術時間 他都算好了 都算好了 你一定要配合時間喔 因為醫生有說 如果說你時間沒對上 有可能會發生取不到軟的狀況 就是軟可能就排掉了 不知道 反正就是 就是會取不到軟 所以你一定要配合 他會給你一個注意事項單 然後就是寫說 你就是幾點以後都不要吃東西 連水都不能喝 就是要保持一個空腹的狀態去 然後就是去梳眠麻醉 但是我跟你說麻醉好一點是 那個麻醉真的是 瞬間就睡著吧 對 然後你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整個趨染流程裡面最有趣的事情 對 那其實我跟你說 你這個趨染手術很快 大概十到十五分鐘就結束了 我本來把這件事情想的很簡單 我因為我照過就是那叫什麼 大腸鏡 大腸鏡嘛 我就想說 應該就跟那個差不多吧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他也跟你說差不多 我記得他也跟你說差不多 他本來是用醫美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跟那個大腸鏡差不多 對對對差不多 我就整個很放鬆 放心你知道嗎 因為我永遠記得我做完大腸鏡 就是那種 舒服的情況 我還沒睡飽 那種感覺 太想要再睡不行 你趕快離開我需要這張床 然後我大概記得以前那種就是 好像也是給你蓋了一個罩子 然後他打一個 不知道 點滴還是什麼針 然後你就睡著了 這樣睡著了 在手術室被痛死了 哈哈 你這個比較誇張 我真的超誇張的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通常是你是 走著 正常走入 走進去手術室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旁邊 躺了一個 結束手術的 他是剛剛取完軟 躺在那裡 因為大家知道流程 然後反正就是自己 自己躺上那個手術室的床 對 然後就睡覺這樣 對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說 我就很無聊 我很喜歡觀察那個 打了那個 點滴 睡覺的那個之後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 但你要控制自己不要睡覺嗎 就想說 就想要深刻的感受他 然後他就說 要睡覺囉 要睡覺囉 我想說好要睡是不是 就會覺得 好暈喔 我就看著天使 就是上面有個燈嗎 對手出的燈 好暈好暈 但我還是張著眼睛 然後後來想說算是太暈 我還是閉上眼睛好了 之後就睡著了 我完全不想體驗那個耶 我那時候是緊張到一個不行 然後因為他吸那個 然後我吸第一個我就嗆到 然後因為我已經被綁住了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 他說幹嘛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那個好像有點像他 喔喔喔沒事沒事沒事 然後就壓上去 然後就沒了 然後就沒了 然後我就沒了 然後再次醒過來 我醒來的時候 我既然打開眼睛 欸我怎麼還在手術室的時候 我整個嚇一跳耶 可是我覺得你比我好一點 是因為我走在你前面 我先體驗完一切流程 然後我都把這個流程跟你說 你都會有心理準備 反正就是你在準備手術前 他會先打一個點滴 然後以及檢查你就是有沒有除毛 那如果你沒有除的話 也不用擔心他會幫你除 他會幫你除 親手幫你除毛 對然後呢 我就是有被交代說 我要詳細的記得一切的就是流程 因為他會緊張 他是跟我說他會緊張 然後結論就聽到除毛之後 前一天手術前一天在那邊 自己除得好開心 然後把自己除得好乾淨這樣 因為他不喜歡別人幫他除毛 他就是別人幫他除毛 你不是很害羞嗎 對就一瞬間 沒有他很快 手腳很俐落 就這樣打開 就結束了 我連害羞都還來不及 扭第二下就結束了 笑賴 他還是有這樣看一下 對對對 還是要看一下嗎 你不要妨礙Eason的視線啊 那雜草Eason還要先把草撥開嗎 一醒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去上廁所 他會逼你去上廁所 把你摻撫過去上廁所 然後整個OK這樣 我看大家都是這樣 我想說那我應該也是吧 然後就殊不知我取完軟之後 我是被痛醒的 然後痛醒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肚子很痛 我第一件事也是我想大便 就是那種想拉死的肚子痛 那廁所的時候我就開始蹲馬桶 然後跟你們說 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就是幫我打止痛針 止痛針打完之後還要再躺一下 一發揮之後我跟你說 整個世界又沒好了 整個世界又沒好了 我第一個首先 因為我在手術室 我現在很驚訝的事情是 我怎麼會在手術室醒過來 因為我走進去的時候 那個剛完成手術的那個人 根本就沒有醒過來的機箱 然後我想說What 我怎麼在這裡醒過來 然後第一個是這個念頭 第二個念頭就是 感受到肚子痛 肚子痛 因為我聽他說有那個 止痛針可以用 我立刻直接說 我要打止痛針 我跟你講痛不需要白挨 你就是反正遲早要打的東西 就是趕快說你要打止痛針 對啊你就直接打 不管這些東西要不要窮 我跟你說讓自己舒服比較重要 真的 我從來月經也沒有這麼痛過 不會說止痛針消失之後 你又痛了吧 我們是沒有 我們就是 止痛針不痛之後就不痛了 因為他有給你消炎藥 對你就是要去臉消炎藥 然後乖乖吃 而且重點是 你不是一天到晚在取卵 你覺得 止痛消炎好好吃拜託 對啊 你真的吃完之後 他幫助你身體 不會那麼不舒服 我覺得你會 有更多的時間回復到 你正常的生活 對 所以就是 取卵就是下去拿消炎藥 然後止痛藥 然後 他會跟你說他在取了多少顆出來 對告訴你說他在取了多少顆 然後馬上直接幫你送到 -196度保存喔 然後之前也有問過醫生說 欸卵子可以保存多久 醫生說 只要在良好的保存條件情況下保存 是可以永久保存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 啊我會不會太早取卵 動卵 然後等到我真的要用的時候 已經隔太久卵子壞掉 過期不能用 不會它不會過期 越早取卵越好 就是醫生有建議35歲以前 分享一下我取了多少顆 分享一下我們取卵的數字 我左邊取了6顆 右邊取了12顆 總共18顆卵 然後這18顆裡面就是要 剔除掉一些可能 條件沒有達標的卵子 所以最後18顆裡面有 12顆被保留下來 合格 對這是我的部分 你左邊21顆 右邊18顆 你單邊就打爬我了 全部的總數 你總共39顆 然後39顆裡面 剔除不好的卵子 保留下來最終的有31顆 我覺得你非常優秀欸 真的 你知道後來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聯繫就是 美國那邊的那個叫做什麼 市管機構 對 然後他聽到我這個軟數 他說 怎麼那麼多 其實醫生是建議我 看要不要也存到30顆 在一起飛出國 我那時候影片有說 就是整個流程 我不想再經歷一次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 帶著這12顆出去 有就有 沒有就是命了 你有打算 有要生小孩的話 必中的決心 因為我們有兩個人 我們機會成本不太一樣 對啊就是 不管是你是異性戀童性戀好 你沒有辦法預測到 你何時會 就是 或是有何時的對象等等的 有機會的話 35歲以前 還是可以去把卵子 就是先儲存起來 因為我後來知道 像是如果說你是 就是女生方 如果比較有不孕的狀況的話 或是說你的取軟量 沒有辦法那麼高的話 你有點像是要分期付款 也就是我們剛剛這個流程 你可能要經歷三次 其實真的很累 然後還沒完 我們要跟大家說那個 副作用 其實我們在取完軟之後 都有水腫變胖的狀況 就是你水腫退了 還是有胖的狀況 可是那個胖其實比較像是 真的就是腫的那種胖 比較像是荷爾蒙的影響 再來就是你取完軟之後 大概五到十天 月經就會來了 所以你們有發現這個邏輯嗎 就是你月經來的 一到三天開始打排軟針 然後大概打個十天 等於說是你月經走了 不到一個禮拜 你做完取軟手術之後 一到兩個禮拜內 你的月經又再來一次了 超煩的 但其實第一次月經來 你會先感受到第一波的變瘦感 喔對對對 你還會先排掉一些東西 是不是我覺得是好的 我覺得我的很明顯 大家就看我那個 雞翅那一個影片 就是我月經還沒來 就是我取完軟 但月經還沒來的時候 就腫腫的 那下面還有留言說 兔爺看起來就是 有點水腫什麼的 我跟你講是真的 是真的腫 那個影響還很大 我覺得我是很容易水腫的人 然後從影片其實就很容易看出來 我們換衣服的那一支影片是 好像是我在打排軟針的時候 就是比這兩支影片 就知道那個腫感的感覺 至於取軟的費用的話 就整個這樣動染流程的話 大概就是十到十五萬 就是因依照那個 每個人的體質狀況不同 而有價格上的差異 那這個真的還是要問醫院來說 是最真的 然後保存費用的話 我覺得一年六千吧 其實我只是 今天又突然在想想 其實 存軟這件事情 當然女生 有這打算存其實好 但我後來想一想 其實男生如果 你有想結婚 然後但沒有合適對象 我其實後來也覺得男生也 去把精子存起來嗎 嗯就是 而且他們搞不好 費用跟我們會差很多 他們用手就可以不用存錢 但品質我覺得還是品質問題啊 對啊 可是會隨著你生活習慣的改變 然後以及你就是壓力 外在壓力等等的這些變因 會去影響到你的精軟品質 但我覺得這種事情齁 都是跟自己比 也就是說 我三十五歲的自己 跟二十五歲的自己比 你肯定是二十五歲的自己 一定是 不管精子丸子 是最健康的狀況 有大部分的人就是 有備無患 因為這種東西真的是 一去不復返 哈囉 想分享完了嗎 嗯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跟藝人家分享 那有相關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哈囉 下輪說掰掰